但是如果你回到問題的核心 是不是一個偷工減料呢? 以我剛才的推論來說似乎不是 難道你說他故意用錯 不用C80用C40嗎? C80和C40的成本是有不同的 但是整宗工程來說 其實這個成本的不同是非常微小的 甚至是沒有人在乎 其實以前我也覺得港鐵是一個不錯的收積股 大致19年和2020年開始轉勢 所以總結了 無論是新世界也好、港鐵也好 我覺得作為一個收積資產而言 有很多選擇是比他們好 最後回到最重要的問題大家比較擔心的 就是今次這件事件究竟會不會是一個萌芽點? 揭示了香港的工程技術或者質量已經大不如前 甚至去到一個足以令到樓價大跌的因素 我是德興90後一名 我的零至千萬故事由10年前開始 我試過連環創業投資初創公司 賺我第一桶金 在大陸親手發展地產、旅館、商品房 因為有了我的一手經驗 令我建立了一個系統去買股、買債、買房地產 加上一些小財機 30歲前的我成功累積千萬資產 後來發現賺錢原來不用每次狗死一生 年輕人應該要善用財機、循環資金再投資 更加能夠快速有效累積財富 造到雪球效應、新的一季街頭智慧 我會分享選股、選債、買房地產的策略 透過財機運用、實踐示範、賺價、賺息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街頭智慧 又是我的兄和大家分享零至千萬的故事 不過今天非常特別 又是一個突發的一集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拍奧裝三期重建的看法 因為在拍這條片的前一天 由新世界和港鐵合作發展的大維生盤拍奧裝三期 其中兩座的運營土強度不達到標準 所以就決定拆了重新建 要知道一棟樓起到十幾二十層高 再拆過重新建 在香港來說非常少有 因為付出的人力物力實在太大 所以都很少會發生這些失誤 但如果運營土裡面的石屎強度不足夠的話 售壓的時候就會壓碎 情況分分鐘就好像近幾天在美國的Miami 發生整棟樓塌下來的悲劇 因為我自己曾經都是一位土木工程師 以前都是建樓的 所以這件事令我的感覺更加之深 所以在今集我就想和大家去講一講 究竟當中發生了些什麼事 拍奧裝的買家又怎麼辦呢 當然也會跟大家講一講 港鐵和新世界這兩家公司 究竟受著這次的事件下 值不值得我們再投資呢 當然大家最緊張的就是 這個事件會不會引喻了 香港的建築質量異徑下廣 樓市還可不可以繼續投資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朋友仔 記得給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覺得給你的insight 記得share這條影片出去 讓更多人去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絕對關乎我們香港社會的問題 多把聲音 多個意見 多個角度 我們的目的都是想找出答案 而且因為太突發了 資料準備未必很充足 如果大家有任何更正的歡迎 也都非常感謝大家幫助 所以記得多多留言 那我大概講一講事件的來龍去脈 在昨天的時間 7月8號 屋宇柱和新世界都公佈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屋宇柱那邊就講到 在6月18號的時候 註冊結構工程師 即是政府部門的人 就通知屋宇柱 講到新世界和港鐵合作的發展項目 沙田大圍站上蓋的柏奧莊三期第8座 7樓至8樓的部分支柱 用的運營土是低於屋宇柱需求的強度 所以就在6月18號的時候 已經暫停了上個工程 以及作進一步的檢測 而在同日6月18號 承建商也都通知新世界 去到7月3號的時候 承建商即是協性建築集團 新世界的子公司 再向新世界匯報 發現了其中部分在第一座和剛才第8座的 在長身底座運營土都是強度不達標的 事件去到7月6號的時間 新世界就將這件事情通知港鐵和屋宇柱 所以就連同第一座的工程都暫停了 政府就派auditor去到工程現場 去到檢查一下 看看這兩座整體上有沒有結構上的問題 幸好是沒有任何的危險 但同時間也都要求發展商在往後的時間交報告 而且還要連同其餘的五等已經完成了上蓋工程的住宅大廈 進行額外的測試 然後新世界就決定了 將第一座和第八座 起好的東西 重新拆過再起 而正如大家圖上所見 其實那些東西已經起了接近十幾二十層 當中拆射加上重建的花費 相信是非常之金的 而另一方面 新世界也要支付一大塊錢 去補貼本來買了這些單位的買家 受影響的人大概有846戶 在這方面 新世界做了四大承諾 一、額外補貼 二、利息補償 利率高達7厘 以最優惠利率加2厘計算 由2023年6月30日至成交日 最多可以獲得全期利息的償還 而工程的二五大概估計就是9個月 而第三個承諾就是買家可以自由去選擇 究竟是繼續完成這一單交易 還是取消交易 而無論你選擇任何一個方案 都可以獲得一和二的補償 承諾四就是新世界會確保 卡奧裝3重建之後的樓宇質量 是會完全符合法規和相關的標準 也會委託第三方去測試 然後才會向買家交流 問題就來了 作為本身已經是買了樓花的你 如果比賽是我會怎樣去選擇 究竟是拿回補償放棄這單交易 還是繼續拿著它呢 我們就要來看看額外津貼的部分是怎樣去計算的 如果以職工來計算的話 1500萬的單位大概會補償115萬的港元 但我知道當時很多人認購都不是選擇職工的 是見期付款 那補貼的銀碼大概就是38萬 而你取消交易就會獲得31萬的賠償 如果從投資角度去考慮的話 要知道當年要買到柏奧裝3期 簡直好像抽獎那麼難 所以既然抽到的話 在這個時候我未必會放棄 而且看回補償的金碼也算是合理 所以如果比是我 投資角度的話我應該會繼續保持 起碼你計算一條數 1500萬的單位 就算讓你放租4萬一個月 9個月的延誤大概就是沒有了36萬 那他賠償給你38萬 都還有一點點 所以從不放棄本身抽到的機會的角度來說 hold住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但如果有些朋友是自住的話 而本身真的計算好了數 原先交樓的時候就要去住 可能是小朋友出生 又或者是各種原因 這個時候如果比賽是我 我都只可以說一句 真是唯有顏色 拿著他補償給你38萬 可能可以租一個單位 暗粗頂住 沒辦法 天氣不似預期 有時候的東西很難去估計 但總被你放棄這一單 因為現在同區的樓價 或者給你成交的時候 已經升了一點點 再加上你又要重新做過一堆手續 你可以安慰一下自己 其實自己已經比一組 撻訂的朋友好 因為他們只需要遲半個月撻訂 就可以拿到幾十萬 你這樣想回 這部電影是不是順一點 有時候做一個部署 都是扮求安心 當然以上只是我個人的觀點 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最後當然按自己實際所需去衡量 究竟是要取消交易 還是繼續鋪住這單交易 八百幾十戶買家的問題 當然是很不惹小 但其實就這件事 社會上最大的討論點 就是一段工程中 運營土強度不達標 要清拆這麼大鑊 其實是非常之爽見 究竟這次是否一個偷工減料 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大家要先去估計一下 事情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中究竟在哪一個工序上出現問題 其實新世界也好 屋宇柱也好 都給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字眼 長身底座運營土強度未達標 究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其實在座樓的結構當中 無論是裝或是牆也好 對於不同的石屎都會有不同的強度要求 所以一般來說 石屎找到工地之後 就會標籤著著名的石屎的強度 然後再按號入座 倒入裝在牆上 如果收集回來的數據 最多的選擇 就是今次來說 部分結構應該要填C80 填錯了C45 有些人說填錯了C40 C80 C45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這些標籤都是去分辨每一平方毫米能夠承受負重的重量 例如C80 即是意味著每平方毫米能夠承托8公斤的重量 所以就是強度上的差距 原先這個裝是要承托8公斤 現在前座只能承托4.5公斤 當然這個強度就會不達標 這個就是現階段我手上的資料最常見到的說法 不過一個工程並不是那麼兒戲 正如我剛才所說 那些石屎從石屎廠運到工地 其實本身已經標籤住了 那究竟是那些石屎送到地盤之前已經出現問題 還是其他的可能呢 我們逐個來拆解一下 估計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在地盤之前已經出現問題 這個可能性我覺得比較低 因為當你的石屎到埋的時候 正常地盤的RE或者駐地工程師 會連同contrater成件商 還有其他可能是subcon 去做一些in-situ-test 那既然在運載途中促市 這個可能性比較低 我們又來探討一下第二個可能性 會不會是石屎在運載工地的時候 標籤強度的時候 標籤錯了 到分判箱落水泥的時候 就搞錯了 那這件事其實都有可能發生的 不過做得地盤內的朋友仔 在落石屎的時候 相信會很容易分辨到C80和C45的不同 因為事實上 那些英泥是會白一點的 顏色是很大分別的 其實我以前都做過顧問工程師 亦都做過駐地工程師 不要說我這些黃毛小孩 在地盤的成件商老哥 簡直是一眼就會看到的 重要 在一枝裝落石屎的過程之中 是有幾個Party看著的 這麼多隻眼看著 其實老實說 是有點難去搞錯的 去到我認為最下一個可能性 也是最大機會發生的 估計就是落石屎的過程之中 不像原師應該要落C80的結構 落錯了C45或者C40 不過這裡有點奇怪 因為其實工程當中 每一個步驟都會經過 那個駐地工程師 又或者是幫板等等 去核實究竟是做得對不對的 都會眼看著的 在這麼多隻眼看著 分不到兩隻屎 真的要一定的疏忽程度 才可以做到 不過在起樓的過程之中 因為可能同一時間 落很多支裝 很多個牆 所以有很小很小的機率 會出現這些錯誤 都有機會發生的 而一貫的做法就是 當發生了 發現了錯誤的時候 就打過那些東西 重新起過 沒辦法 浪費錢也是這樣做的 好過你起到上去才知道 重新整棟東西打過 難道你只打過牆牆那棟柱 好過你整棟東西起過 為什麼事情會醞釀到 起了十幾層才知道呢 就要講到運營組測試中 最後那個步驟就是磚仔測試 就是壓碎測試 就是拿磚仔去做壓碎測試 因為根據我們的監管制度 如果工地用碩士之後 其實同一批的碩士 就要拿去製造磚仔 那這些磚仔 經過二十八的curing之後 就要送去獨立的實驗室 去檢查一下這些碩士 是有沒有足夠的強度 然後再出一份report 去講能夠承受到多少強度 當然除了要等二十八的curing 那你出report 可能都要一個星期 藉著你的report 送到結構工程師 整個流程可能都會花你三至四十天 但現在香港樓起得非常快 隨時玩下手 五六天就起一層 即是計這條數 三至四十天 可能都起了九層、十層 這個時候層數 都其實未到 我們剛才說到十幾二十層 但你人性點去想一想 這些都是我亂暗猜的 你想想如果你是負責監管的工程師 以及分判的代表、大判的代表 這三個party 當他見到自己起了十層之後 才發現原來那個lab tax是失敗了 你第一時間會怎樣處理 多數來說 你說當然是上步上去 那麼糟糕 這是一個選擇 但會不會有可能 他們會嘗試花多一段時間 看看會不會解決到這件事 如果解決不到 先上步 重新起過這段時間 起了十層 直到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因為你要知道 工期都不可以延悟 工地的機械、人力 每一天都是錢 他們同時間都要面對這堆壓力 但到最後 可能發現用了一段時間 都是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在這個時候 就只有一樣方法 唯有自己自爆 上步BD 即是屋漁柱 問題回到故事的開頭 你就會見到 承建生說了給屋漁柱的註冊工程師聽 註冊工程師通知本身政府部門 採取剛才說的一系列行動 同時整件事都告訴發展商 而發展商新世界就告訴港鐵 而發展商新世界就做了一個非常聰明的事 立即跟時間競賽 自爆 告訴港鐵和政府 而且最後決定 拆整個東西 再起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考慮其他方案 例如是加固、換組件 而我覺得加固、換組件這些 又要重新批一個很艱難的職 又要入一堆的Amendments 分分鐘不批你 絕對是一個技術上的難題 反手研究怎樣修補的方案 都用你幾十天 你還要通過測試才可以做 怎麼搞啊大哥 所以到最後 拆了再起 分分鐘是最簡單的方法 這件事就由 不小心落錯了不同強度的石屎 在裝上 由一個小的問題 慢慢演變成一個大的問題 剛才那些當然都是我個人的猜測 沒有任何實質證據 是我自己T馬 行兇亂吹出來 不要介意 當中可能會有一些人為的疏忽 但是如果你回到問題的核心 是不是一個偷工減料呢? 以我剛才的推論來說 就似乎不是 難道你說他特地用錯 不用C80 用C40嗎? C80和C40的成本是有不同 但是整個工程來說 其實這個成本的不同 是非常微小 甚至是沒有人在乎 公平一點 說一句 如果真的要偷工減料 都不會選C40 C80 你隨便放兩條鐵 好過 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自己估計 這次的事件 應該不是偷工減料 而我亦希望香港現在 已經沒有這些偷工減料的事情發生 至少不是蓄意的偷工減料 大機會是由疏忽引致的小問題 而慢慢演變的大問題 不過有一點我想不明白的就是 公布裏面寫到6月18日 承建商通知新世界 當然承建商也是新世界 但是到6月20日 新世界其實沒有哭停過賣樓活動 直到上一個月19日接飛的時候 更加創下了香港紀錄 出了三萬多張票入票 是香港開發以來新盤的新紀錄 在18日買出了183貨 場面非常驚人 背後原來已經出了大件事 不過說回這次新世界的關公 真的做得不錯 因為事件發生之後 他立即掌握過時機 不可以被屋宇柱早過你爆 昨天就來過自爆 還要說整棟東西拆了去 軍軍烈烈的起 立即連和補償方案都扔出來 還派了承建商調查原因 立即隔離監督團隊 手腳是很快的 而且給出來的補償方案 老實說問心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整件事見到新世界 在鄭志剛的領導之下 其實在管理方面是革新了很多 如果你要問我 新世界和港鐵值不值得 我們去投資或者撈底 這個moment 我主要會和大家 從三個角度去分享 第一點我們要看的就是消息面 第二點就是基本面 第三點就是技術面 從消息面的角度 剛剛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情 新世界發展首當其衝 短期留會受到沽壓 這個是絕對正常的事情 再加上你計算一下 它損失的金額 隨時蒸發了它整年 都不奇怪 我們再來看看它近期的業績 雖然在事後的補償 各方面公關 處理得不錯 這裡我會幫它 在往後的團隊管理上 有加分 起碼它保住自己的品牌形象 將負面降到最低 不過短期內 投資者這麼大優心 相信傳媒 譬如我這樣 也會將這件事件陸續發酵 所以短期內 存在著這麼大的不明案因素 我們千萬不要搞它 再來我們看看報表的數據 我主要看四件事 我們由左上角開始看它的收入和順利 收入整體其實不差 在2020年疫情年略為下降 但看回順利方面 就比較擔心 因為順利其實它在2018年開始見頂 並且在2019年開始已經下跌 而去到2020年 更加有一個絕對急劇的下降 所以其實在找盈利這個角度來說 新世界已經大不如前 而在負債方面我們會見到 近幾年的新世界 現金的增長幅度是遠低於債行的增長 再來看看現金流量表方面 在2019年和2020年開始出現 負的free cash flow 這間公司在2011年開始 就已經沒有free cash flow 而另外你會發現 它的營運活動現金流 也開始在2020年達到負值 即是反映核心業務 導致貴孔流錢出去 再看它的投資效率 慣常我們會以 Return on investment capital 再減去RAC 就會拿到Return on capital 即是這間公司投資的回報效率 而你會發現近十幾年 都是出現負值的 所以整體的基本面上高 其實我不是太buy這間公司 如果是收息一族的朋友 你千萬不要以為 剛才的雜數據與你無關 因為投資那些數據如果是差的話 對於它未來增長牌息的幅度 是會有所影響的 深入去到極差的情況下 就會停止牌息 而你看到它過往五年 牌息的增長 都是非常之低 4% 現在告訴你股息率 有5點多好像很厲害 但如果它後期股價大跌 又或者牌息不增長的話 隨時會令你賺息虧價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它報表不轉變的情況下 我自己就不會考慮這間公司 另外說港鐵 雖然這次就不跟港鐵有關 因為它主要都是給一塊地出來的 暫時我手上的證據 似乎就不足以證明跟港鐵有關 所以我看上 都是從基本面的角度去考慮 看看會不會港鐵是值得投資 其實港鐵在我們近年來 發生了比較不少的工程事故 各方面 所以投資者的氣氛 都仍然會比較保守一些 去看待這隻股票 2001方面工程出了事 至不然對於它的報表也有所影響 其實你見到港鐵在盈利能力方面 已經有所反映 在2019年和2020年 盈利開始倒退 而另一方面在順利的角度而言 綠色那支棒 我們也看到在2020年的時限 轉了紅色 而在2017年開始 它的現金增長速度 也比債項低很多 再看它的現金流量表 我們會發現 它的自由現金流 在2019年開始大大減退 直到2020年並且出現負值 營運活動現金流 也是接近零 如果你看它下面派息所需要動用到的現金流 你會發現 它在2020年開始 核心業務帶來的資金 是不足以讓它付股息 那它的股息在哪裏來的呢? 就是咬老本 又或者是從債務上來的 所以也解釋到為什麼 它在2020年的債項上升了 但又沒有拿去做發展 再看看最後一個數字 黑色這條線 ROIC-WACC 即是ROC 我們棄走紅色綠色那些 你會明顯發現 在2017年開始 越付越多 即是它投資的項目的回報能力 越來越無效率 這一集數據 你不要以為不關你的事 就算你是買來收息 都關你的事 因為如果這一集數據是差的話 它接下來會較難維持現有的派息 或者增加派息的速度會大大減低 事實上 近期的派息表現 你都會發現到 我們看回五年的數據 你會見到在五年入面 它的每股派息由1.06 才增長到1.23 即是增長速度大概只有3.5% 而接下來我都相信繼續會這樣走 原因是剛才那些數字 並不理想 其實以前我也覺得 港鐵是一個不錯的收息股 大致2019年和2020年 開始轉勢 所以總結 無論是新世界也好 港鐵也好 我覺得作為一個收息資產而言 有很多選擇 是比他們好 最後講完技術面 如果你剛巧真的拿著新世界和港鐵 我自己會怎樣做呢 首先講鐵 如果接下來真的跌穿42.5% 很大機會觸發一個下跌趨勢 第一關有機會跌到41.25% 如果沒有轉勢 繼續下跌的話 甚至會去到37.7% 所以如果跌穿了剛才我說的大位 你就可以選擇不要再體驗它 如果不跌穿的 就繼續熬住 沒辦法 如果你真的都很熱衷於港鐵 即是跌穿了42.5% 你有機會在下面留 買平貨 也是剛才那兩關 41.25% 以及37.7% 這兩個位置有轉勢 可以嘗試教學上體驗 留意是教學上體驗 不是一些投資的建議 另外再講新世界 新世界現在的趨勢比較醜 剛才也說了 事件的核心是它 需要隨時都浪費不少錢 所以大機會會繼續下跌多波 第一關我們先守住37.5% 如果跌穿了 有課的你都可能要考慮再體驗 有機會我們先在下面留 第一關看著35.9% 第二關看著34.7% 大家比較擔心 就是今次這件事件 究竟會不會是一個萌芽點 揭示了香港的工程技術 或者是質量 已經是大不如前 甚至去到一個 足以令到樓價大跌的因素 今次這件事是嚴重的 這一點我絕對認同 不過這個嚴重的程度 比以往歷史來說 究竟算是甚麼呢 這個點我們就要看回 過往來說 被揭發質量出現問題 從而令到重建發生的事例 有甚麼特徵和性質 我們才可以衡量到今次這件事件 對比起以往來說 是不是一件很大很大規模的 錯誤呢 是不是沒得搞呢 香港主要發生過兩件事件 都是發生在八九十年代 一些供應房屋 因為質量出現問題 而重建的事件 第一坦就是發生在1985年 當時的房屋處 就做了一個全面的結構評估 評估出26座在1964年至1973年 興建的項目 這些公屋被發現到在結構安全上遠低於標準 並且是有即時倒塌的危機 要盡快清拆重建 當時又引起社會的迴響 相信大家都有些印象 雖然當時我還未出生 甚至乎很多市民都懷疑到 會不會涉及一些貪污事件 偷工減料那些 所以後期立法會成立了兩個小組 一個就是立法會關注26棟問題公屋小組 另一個就是立法會追究問題公屋法律責任小組 非常之大堂 而另一堂是近一點的就是1999年 當時天水為天仲苑出現了沉降 並採用了標準21mm 有見及此政府下令 重新去檢查全港106個地盤的莊柱 一下就發現了魚翠苑短莊事件 當時魚翠苑已經起了30多層 D座和E座 而且也出現了不尋常的沉降問題 一抽個裝置去看 看見到36支裝 只有4支是符合標準 其他都是短裝 所以就下令清拆停工 最後拆了兩棟東西 就改建了花園 直到今天 地底都還埋著36支裝 因為這件事太嚴重了 甚至當時的屋委會主席 都引咎辭職 非常之大件事 軍動全城 其實比較以上兩件性質 這次炮奧裝這件事 就不屬於偷工減料 也不像是貪污事件那些 大機會都是一個人為疏忽 所以如果你要我因為這件事去評論 香港的樓市將會出現一個主要點 是因為這件炮奧裝事件 我覺得就不太成立 這裡我都是看到今天我搜集到的數據 跟大家分享 數據有限、資料有限 但我都是中立地分析事情 實際上有些朋友就說到 會不會跟中國有關 老實說回公道說話 在我以上幾多資料 其實是不見到 有些跟中國質量問題有關的事件 這次也不像是 所以一件事還一件事 買金服那些還一件事 這次的炮奧裝又是一件事 我們要中立一點去分析 不過作為打滾了工程界 一段時間的過來人 其實我也觀察到 香港近年在工程界 都有一個不好的現象 就是人才需求急升 加上六一輩的退休 引致到技術人才的斷層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項目 都有很多新血加入 新血是好事 不過同時間 亦都令到工程團隊的平均經驗質量減低了 其實截止至今天 我仍然覺得 香港的工程團隊 或者工程的質量是高的 你比澳洲我當時看到的景象 其實香港的建築標準是非常之高的 我也希望接下來 香港是沒有這些工程事故發生 最後總結 我覺得今次這件事件 是不足而令到香港樓價大跌 甚至我覺得 來近一季度 香港樓價 相信都有微微的升幅 主要是因為疫情復甦 希望今集幾乎 給大家 有用的資訊 去參考 究竟接下來要怎麼面對 港鐵 新世界的股票 以及港樓 如果大家對於我投資股票 債券 那些 系統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留意我們 零至千萬的加速器 當中的課程 我也會提及到很多 有關於自己 是怎樣從零開始 去到一千萬 成功逃出了勞子人生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scan圖上的QR Code 去瞭解更多 有1小時的免費分享會 好啦 那今天的環節 就是這麼多 喜歡的朋友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都是那句 以上的資料 搜集得真的太過新鮮熱辣了 如果當中大家發現 有一些對勁的地方 記得幫忙在下面留言矯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教了十年的王牌課程 專門用來訓練研究部的核心課程 我移居了之後 就一年由十幾個循環 減到只有兩個 今年就是我們第二個 課程循環正式開班 我會在這個免費分享會裡面 講解我全套的完整投資策略 現場還有三招免費分享 十年拍片裡面 都沒有公開過的系統 現在已經去到我受圖的尾聲 加上疫情關係 分享會後 如果你真的決定 參加整套課程的話 將會得到以下的配套 包括有新系統 不同的配套 例如大量的課外活動 特別工作坊 還有一個親身全球 巡迴的終結班 疫情之前是沒有的 疫情之後 也不會再有這些配套 現在是倒數階段 記得在下面連結 報名分享給朋友 一起參加這個免費直播分享會 完了之後有48小時重溫 到下面連結報名 7月10日見大家 Jackie Sir加古壇留圓得的 零至千萬加速器 裡面會學到Jackie Sir加古壇留圓得的秘技 包括Wiz 短炒 美股組合 CFD等等 另外加入了這個課程 就會自動加入零至千萬 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組 7月份會講關於CFD 短線操作重溫 快點去下面連結 提出他們的免費一小時簡介 加工作坊和報名 想每天緊貼大使 立即下載我要做撫翁的應用程式 我們每天收視前 都會和大家詳盡分析 約定你了 專業招募請留意 我們找到以下條件的人士 如果你有建立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的相關知識 又有興趣和我們合作的話 就發電郵給我們 謝謝